当红男星沈慕晨节目耍大牌当众气窟高文谦 爱的期限最后一气离婚倒计时 沈慕晨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些热搜所谓的耍大牌 气窟妻子不过是高文谦博眼球的剧本而已 和沈慕晨的冷漠不同 高文谦正满脸得意地看着这些热搜 看到了吗我就说这样才有热度等这期结束后 我们就接另一档复合类的综艺 看着高文谦滔滔不绝的模样 沈慕晨烦躁得柔柔眉心 一定要这样吗 你明知道我不是这样的人 不等沈慕晨说完高文谦就冷着脸打断了他 沈慕晨当初我为你放弃了傅太太的生活 选择了一无是处的你 如果没有我在背后为你筹谋你 哪来如今的成就 我身边的朋友都住上了独栋别墅 你不努力还要委屈我到什么时候 听着高文谦声嘶力竭的质问 沈慕晨只觉得有些恍惚 他并非一无是处 大学时候他就热爱摄影 甚至一毕业就成为签约摄影师 可高文谦不同意他从事摄影行业 认为他不应该浪费这富豪皮囊 应该去娱乐圈闯一闯 他不想让相爱四年的女友失望 于是忍痛放弃了自己热爱的事业 经过了两年的摸爬滚打后 他终于在娱乐圈闯出一番成绩 他深知这些年高文谦的付出和辛苦 于是自愿将车子房子都写了他的名字 甚至连银行卡都悉数交给高文谦 他想不通到底哪里委屈了高文谦 他们约定赚够一千万就隐退 过自己幸福的小日子 可当沈牧尘赚到第一个一千万后 高文谦并不满意 他不停地指责他不上镜 无奈之下他只能不停地接系上综艺 综艺上营造出自己暴躁的人设 然后再洗白反反复复数十次 他早已筋疲力尽 本以为这样就会让高文谦开心 可没想到他竟然会和另一个男艺人暧昧不清 面对沈牧尘的询问 他却说他是一名经纪人 这些只是工作需要而已 可沈牧尘不明白 两人单独吃饭陪白友泽出国过生日 拿他辛苦赚的钱给白友泽买跑车 这些也是工作需要嘛 但他每次提这些事的时候 高文谦都是满脸的不耐烦 然后开始诉说他受了多少委屈 曾放弃了多么优渥的生活 这些话让沈牧尘一直活在自责的情绪下 他想这是他欠他的 既然他当初选择了他 那他就应该全心全意地对他好信任他 可直到他看到那条短信 沈牧尘心里建立的防线全部崩溃 等沈牧尘的口碑不好后 公司就会大力推举你 到时候你就会是下一个抬柱子 沈牧尘握紧了拳头原来一切的一切 都是在给另一个男人铺路 他们相恋六年结婚四年 这是十年来他第一次动了分开的念头 高文谦见沈牧尘一直不说话有些生气 他站起身在屋里不停地踱步 你有没有认真听我说话 月底就是最后一次节目了 我给你的剧本你好好看看 什么人钱的名声都是假的 赚到口袋里的钱才是真的 沈牧尘望着眼前这个是金钱如命的女人 心头涌上了浓浓的排斥 以前的他不是这样的 原来金钱真的可以蒙蔽一个人的双眼 沈牧尘正想说什么的时候 高文谦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看清来电人后他瞬间挂上了笑脸 仿佛刚才的怒气从未存在过 阿泽这么晚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说话间高文谦不动声色地瞥了一眼沈牧尘 然后满不在意地说道没事 他很相信我 不会生气的一会儿见 电话挂断后高文谦穿上衣服就想出门 墙上的石针已经指向了十一点沈牧尘微皱眉问道 这么晚了还要出去吗 就是这一句话再次点燃了高文谦的怒火 沈牧尘你以为只有你有事业吗 我也要出去谈合作的我旗下可不止你一个人 难道我要天天围着你转吗 你是不是以为没有你我就牵不出爆火的一人了 没给沈牧尘说话的机会 高文谦猛的一甩 房门离开了家 出门时还带走了鞋柜上的礼物 关门声音太大震得桌上的花瓶都在微微颤动 空荡荡的房间瞬间安静下来 连沈牧尘的呼吸声都能清楚听见 他苦笑一声他果然不记得了 本以为那条限量款的领带是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原来是给白佑泽的 他脑海里不停回荡着高文谦的话又想起那条短信 这一晚是沈牧尘第一次喝酒 他本就是心思细腻的人他内耗了很久 试图站在高文谦的角度共情他的做法 可越共情越觉得高文谦不该这样对他 高文谦为他付出了很多可他又何尝不是呢 大学异地练四年可他只是个穷学生 于是每次见面他都要做往返三十个小时的硬作 厚厚的车票塞满了整个机油册 寒暑假从不回家 去工厂坐着廉价的小事工给他买礼物 只为了不让高文谦羡慕其他女孩 结婚后更是熟悉他的贴身衣物上交所有工资 他随口的一句想吃正宗烤鸭 他就会半夜偷偷坐飞机去买 然后在第二天一大早赶回来 他从不说这些苦 他觉得爱一个人就是要无条件付出 可现在他有些迷茫了 正当他沉浸在过去的回忆时 手机铃声突兀地响起 是高文谦 我晚上不回家了 更可笑的是这是个群聊天记录 因为高文谦有六个手机 六个微信号每次出门时不一定会拿哪个手机 所以他们建了一个群 他关掉手机没有回复 走到卧室去拿高文谦的其他手机 无论他试了多少次都解不开锁 而高文谦也从不告诉他密码 他双眼心红地紧握手机 这一刻他只感觉到了浓浓的悲哀和屈辱 沈慕成走到洗手间洗了八脸 看向镜中疲惫不堪的自己 他做了个决定 他要彻底和高文谦分开 这一次的离婚倒计时 不是节目效果而是真的离婚 他不要他了 第二天中午 沈慕成才揉着昏沉的脑袋起床 打开手机数十条消息一起涌了进来 都是高文谦发的 换做以前 沈慕成一定会急忙打电话回去解释 但这次他没有 他将手机随意扔在一旁 便准备起床洗漱 刚走到洗手间 就听到外面传来了门锁转动的声音 高文谦一进屋便立刻皱起了眉头 他掩着口鼻不耐地问 你喝酒了 我不是说过你不能喝酒吗 如果被狗仔拍到怎么办 还有你为什么不回我的消息 今天不是休息日吧 你就是这样对待工作的 你是不是最近有点飘了 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面对高文谦一系列的输出 沈慕成觉得心烦意乱 他抬起头冷冰冰地看了一眼高文谦 有人规定一人不能喝酒吗 被狗仔拍到又怎样 高文谦从没见过这样的沈慕成 从前的他都是百分百服从今天是怎么了 而且他眼中的冰冷不像是装出来的 高文谦紧拧嘴唇低头思考着 几分钟后他才缓缓抬起头来 你是因为昨晚的事闹脾气对吗 我昨天是在和小泽谈事情 太晚了所以我 不等他说完沈慕成就打断了他我知道 你不用解释这么多 高文谦微微呆愣在原地 然后试探性地问道 你不生气吗 沈慕成觉得有些好笑 他生气有什么用 之前生的气还少吗 可他非但没有收敛 还给自己扣上了小心眼不上镜的帽子 他累了哪怕他说月亮是正方形 他都不会再多辩解一句 愣不生气高文谦的脸上闪过一丝无措 可又转瞬即逝 他继续像皇上一样 发好施力 这洗澡水放好了 你就出去吧 然后把我的衣服洗一下 这是真似的要手洗 看着高文谦自然而然地脱衣服的动作 沈慕成伸手打断了他 这洗澡水不是给你放的衣服 你自己洗吧 高文谦紧紧盯着沈慕成 然后不屑地冷笑了一声 还说不生气你这不是吃醋耍脾气是什么 我彻夜未归是为了谈项目 我这样辛苦赚钱也是为了我们更好的未来 正当他想继续说话时 手机铃声突兀地响起 他看了一眼沈慕成后便走出去接电话 看着他的背影沈慕成轻笑一声 我们之间早就没有未来了 这句话被隐匿在哗啦啦的水流声中 升起的水雾模糊了两人之间的距离 高文谦没有听见 正当沈慕成准备泡澡的时候 高文谦慌慌张张地冲了进来 我和小泽被狗仔拍到了 现在需要你赶快出面帮我澄清 我看看热搜可高文谦却有些心虚 他眼神躲闪不肯把手机给沈慕成 无奈之下沈慕成只得起身去拿自己的手机 知名经纪人与男星白佑泽酒店共处一室 彻夜未出 二人行为暧昧为离婚先有心欢 沈慕成心下了然怪不得不想让他看到这些热搜 原来被拍到的照片这么亲密 照片是酒店玻璃拍到的影子 二人相互依偎像极了热恋中的情侣 沈慕成随意地将手机放到一边 知道了一会儿我发微博声明没别的事了吧 高文谦已经做好了沈慕成会大闹的准备 可看到他这副冷静的模样 他心头涌上了一股莫名其妙的慌张 几秒钟后他才勉强开口地解释着 那张照片是错位而已 你知道的那些狗仔最喜欢找角度了 这回沈慕成没再说话 只是随意摆摆手示意他赶紧离开 高文谦的脸上已经有了隐隐目火 可还是被他克制了下来我在客厅等你 你洗漱好就尽快出来沈慕成从洗手间出来后 发现高文谦正拿着他的手机试图解锁 见他出来高文谦的眉宇间闪过一丝不悦 他晃着手机问到怎么改密码了 他的手机高文谦想看就看 他对高文谦毫无隐瞒 可高文谦却处处防着他 想改就改了 沈慕成上前一步将手机拿在手里 简单编辑了几句话后就发了出去 我相信高文谦希望大家不要过度关注 当高文谦看到他的澄清微博后更是暴跳入雷 他指着沈慕成的鼻子不停地训斥 谁让你发微博写我的大名 这还有夫妻间的亲密感吗 网友肯定会怀疑的 我之前是不是说过发微博前要经过我同意 你在想什么 沈慕成当然记得这些 只不过他不愿意活在这种处处是剧本的伪装下 面具戴久了就摘不下来了 他无所谓的耸耸肩 随便吧你不是知道微博密码吗 你要是不满意就删掉自己重发 现在重发有什么用肯定已经有网友看到了 重发不就是做贼心虚吗 沈慕成也有些不耐烦了他点燃一支烟 缭绕的烟雾让高文谦看不清他的表情 那你想怎么样 高文谦争了一瞬 他觉得眼前这个男人 越来越让他看不透了可高傲 不允许他低头 他起身走回卧室 从上锁的保险柜里拿出几张银行卡 然后一股脑地甩到沈慕成面前 你不就是吃醋 极度故意摆出这副表情给我看吗 好啊我不管你了 以后这些银行卡你自己拿着吧 就当我之前看错了人 沈慕成弹了下烟灰 抬头的瞬间对上了高文谦那眼角带泪的毛子 这次他没有像往常一样道歉服软 而是顺势接下了那几张银行卡 他微微合手示意着卡我就先收着了 高文谦心乱如麻亮晶晶的毛子 满是不解和差异 以前他们争吵时只要他拿出这招 那沈慕成就会立刻哄他认错 百识百灵从没失手过 可这次他不仅没有哄他 还拿走了银行卡 高文谦觉得大脑有些空白 心头也升起了巨大的危机感 可还不等他说话 沈慕成已经拿着几张银行卡 准备换鞋出门 他激动地大喊起来 沈慕成你要去哪 沈慕成没有回头出去一趟 伴随着啰嗦声 那句模糊不清的话 也被彻底关在门外 一直都是沈慕成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这次也轮到他了 高文谦隐隐隐觉得 他和沈慕成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远了 只是短暂的失神后 他又恢复了常态 他很有自信可以拿捏得住沈慕成 以前是这样 现在也不会变 出门后 沈慕成直接去了最近的一个银行 既然银行卡已经到手了 那密码也该改了 改了密码后 他又去打印店 打印了一份离婚协议书 当他打电好一切准备离开时 却在小区门口看到两个熟悉的身影 虽然两个人穿得很严实 但他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 是高文谦和白佑泽 他心头涌上一丝嘲讽 明明刚被狗仔抓拍 还要在这么敏感的时候一起出门 如果是谈工作 大可以大大方方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 没必要这样 想了想 他拿出手机拍下了这一幕 然后起身回家 到家后 沈慕成将这份 离婚协议书夹在了合同中间 随后就起身去收拾衣物 节目录制结束后 就是他离开的时候 打开衣柜沈慕成才发现 自己的衣服竟然少得可怜 平常出席活动都是品牌方的赞助 自己私下里居然没有一件 可以拿得出手的衣服 反观高文谦的衣柜 他已经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 给了高文谦最好的生活 可他仍然不满意 还好现在回头也不算太晚 他将为数不多的衣服收好 发现只用了一个行李箱就装满了 甚至一眼扫过去 衣柜里看不出任何拿走衣物的痕迹 他又去书房拿出了自己 珍藏很久的相机 自从踏入娱乐圈后 他就再也没拿起过相机 他不停地翻看相机里的照片 镜头下记录的高文谦 从最开始的活泼善良 天真美好 到最后的满脸是快 甚至已经不再看镜头 沈牧尘将这些照片通通删除 无论高文谦为什么会变成如今这样 都和他没有关系了 他心里明白 优柔寡断向来是感情中的大忌 正当沈牧尘准备将相机放进行李箱时 高文谦回来了 他看到沈牧尘手里的相机 流露出了不满的神色 怎么又再摆弄你那个破相机 多把心思放在节目上行吗 到时候不要再出岔子 沈牧尘不想同他争辩 只是淡淡地应了一声 看沈牧尘兴致缺缺的模样 高文谦轻轻叹了一口气 走到他身边 好了 等我们赚够钱 你随便怎么拍照 我都不会管你 沈牧尘点点头 然后将那份夹杂着离婚协议的合同 拿出来给高文谦签字 这份合同还没签字 高文谦有些疑惑 什么合同 今年不是没有新活动吗 续约合同 今年合同就到期了 听沈牧尘这样说 高文谦才恍然大悟 他小心翼翼地看了眼沈牧尘 上阳的嘴角 没有瞒过沈牧尘的眼睛 他就知道 高文谦是骗人的 他不会同意他退出娱乐圈 当看到他提出续约时 他脸上是掩盖不住的惊喜 也许是怕沈牧尘反悔 他迅速在合同上签了字 没有丝毫怀疑 甚至都没有仔细看 那并不是一份续约合同 合同就放我这儿 把高文谦点点头 没有拒绝 对吗 你早这样想开点 我们怎么会吵架呢 我答应你 这是最后一次续约 合同到期 咱们就退出娱乐圈 这样的拖延理由 沈牧尘听了无数次 他微微一笑 没有多说什么 你在家多休息休息 公司那边还有事 等着我去处理说完 高文谦便哼着小曲离开了家 沈牧尘知道 他不是去公司 而是去找白佑泽了 今天是白佑泽的 出道三周年纪念日 早在一个星期前 他就看到高文谦 在兴致勃勃地准备了 在一起十年 他从未这样对过沈牧尘 果然应了那句话 被偏爱的有恃无恐 他坚定地认为 沈牧尘不会离开他 所以肆意消耗着爱和热情 不出意外的 高文谦又是彻夜无归 沈牧尘将群聊消息 是为了免打扰 不想再看他发的任何东西 第三天下午 高文谦才回了家 一进家门 他就猝起了眉头 沈牧尘 你怎么没布置家里 沈牧尘被他说得满头雾水 布置家里 为什么要布置家里 高文谦紧绷着脸庞 眯着眼睛 不停在沈牧尘身上扫视着 他冲进卧室书房洗手间 都没有发现布置过的痕迹 高文谦气急返校 连说了几个好字 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 这你都忘了吗 没有布置也没有礼物 沈牧尘 你越来越不把我当回事了 果然男人有钱就会变 我真是看错你了 这句话 沈牧尘的耳朵都要听出茧子来了 他想起了从前的日子 他会把所有的钱 都交给高文谦来保管 自己浑身上下都拿不出一百块钱 可高文谦不给他额外的钱 还要求他准备惊喜和礼物 无奈 他只能向朋友借钱 他问高文谦想要什么礼物 他说只要他送的 他都喜欢 可当他精心挑选好后 他却嫌弃地推开 怎么就买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东西 沈牧尘看着那条价值十万的项链 有些迷茫 这样的礼物也算上不得台面吗 他穿着玩偶服给他送上蛋糕 也被他一把推翻 都多大了 还搞这些 你不知道我今天肚子疼 不能吃冰激灵蛋糕吗 那一刻的沈牧尘委屈极了 是高文谦亲口说的 要吃冰激灵蛋糕 他也从没说过 今天肠胃不舒服要换蛋糕 看着他精心做了十个小时的蛋糕 就这样被推翻在地 他只觉得心里一块地方出现了裂痕 思绪回笼 沈牧尘露出抱歉的神色 不好意思 最近太忙忘记了 下次一定补高文谦却大发雷霆 下次下次 哪有那么多的下次 沈牧尘眉眉毛一挑 语气也带了一丝戏血 确实 没有那么多下次从前高文谦忘记他的生日 纪念日时 也总是会用下次这个借口 怎么换到他用 他就如此怒不可乐呢 也许是意识到了什么 高文谦的面旁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 他拿起衣服便准备离开 你以为没有你 我就不行吗 沈牧尘没有阻拦 任由他走出房门 一小时后 他收到一条微信 是白佑泽发的 当初第一次公司聚会时 他们加过微信 诚哥 女孩子是要哄的 要不要过来一起吃饭 大男人 不要这么小气 沈牧尘看着桌上的玫瑰花和钻戒 露出了嘲讽的笑 假借朋友 合作伙伴的名义 做尽暧昧的事 真是在把他当傻子耍呢 不去了 你们玩得开心 发完这条消息后 沈牧尘便关到了手机 他们到底怎样度过今晚 他是真的不在意 沈牧尘刚走进卧室准备睡觉 客厅便传来了砰砰的敲门声 他疑惑着打开摄像头 发现高文谦正满脸通红地站在门口 俨然一副醉酒的模样 怕惊扰到邻居 他急忙打开门 高文谦晃了晃身形 扶住墙壁后才勉强站稳 门一关上 他便委屈地质问道 沈牧尘 你为什么不去接我 你难道让我一个人在外面住吗 他的双眼有些迷离 看向沈牧尘的目光中也充满了柔情 沈牧尘有些自嘲 也许高文谦只有在喝醉的时候 才会露出这种表情吧 你不是和白佑泽在一起吗 我相信你们不会做出格的事 沈牧尘的声音平静地宛如一潭死水 听不出半点波澜 可高文谦却摇晃着身子 嘴里嘀嘀咕咕不停念叨着 你撒谎 你一定心里着急死了 嘴上还逞强沈牧尘不想和他多纠缠 起身去卧室里把被子拿到了刺我 这一动作让高文谦酒醒了大半 他的脸色立马沉了下来 沈牧尘 你拿被子干什么 你喝多了 会影响我晚上睡觉 明天还要去签合同 我要保持最好的精神面貌 高文谦扶了扶额头 神色闪过一丝痛楚 只不过沈牧尘分不清 他这副模样是因为喝的太多 还是因为自己的态度 但我是你的妻子 我喝多了你不该照顾我吗 沈牧尘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应该 但你说过没有任何事情 比工作重要顿了一下 他继续说道 所以 抱歉了他没有回头地走到次卧反锁上了门 只留高文谦一个人站在原地 这是最近一个月 高文谦第一次晚上在家住 他本以为沈牧尘会开心会服软 沈牧尘不仅没有吃醋 还和他分房睡了 他脑海里开始回想起刚才那句话 没有任何事情比工作更重要 当初沈牧尘40度高烧不退 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状态 都不足以支撑他参加活动 可那场活动有很多知名的大人物 他不想放弃这个机会 于是强行让沈牧尘来到了现场 难道 真的是他做错了吗 这个念头只出现一秒钟 就迅速被高文谦压了下去 他不可能做错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沈牧尘更好的未来 第二天一早 沈牧尘正准备出门时被高文谦叫住了 你不用去签合同了 沈牧尘侧过身 看到了高文谦那张略微慌张的脸 十年的感情 沈牧尘太熟悉他的每一个动作 在慌张的掩盖下 高文谦的眼神里充满了得意和挑衅 怎么了 高文谦艰难地咽了下口水 代言出了点问题 我本来想帮你签字 结果签错 签成了阿泽的名字 沈牧尘微微皱起眉头 他一把扯过高文谦手里的合同翻阅起来 只是看了一眼 沈牧尘便倾笑起来 签错名字有什么要紧 和品牌方说一声 重新打印合同就是了高文谦动了动唇脚 然后想也不想地拒绝了 不行 如果让品牌方知道我们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一定会对我们的印象大打折扣 沈牧尘坐回沙发上 号征以下地盯着他问道 那你说怎么办 就说是你的代言冲突 没办法签这个合同 然后让阿泽来救场 事已至此 沈牧尘已经彻底明白了 他终于知道为什么会在他的眼神中 看到挑衅和得意 他很熟悉高文谦的字迹 那签名分明不是他签的 应该是白佑泽早就签好了这份合同 看来他早就打定主意 要把这个代言给白佑泽 为的就是给他一个教训 他明知道这样会让自己的口碑急速下滑 可他还是这么做 沈牧尘依靠在沙发上 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就按你说的做 高文谦已经在心里演练了很多次 要如何应对沈牧尘的怒火 可他一句轻飘飘的就按你说的做 让他所有的准备都像笑话一样 他眼神里充满了浓浓的不解 真的 问高文谦还想说什么 可看了眼时间 他还是决定先去和品牌方见面 我先去处理这件事 等我回来不过两个小时而已 铺天盖地的代言词条 再次登上了热搜 沈牧尘耍大牌 定好代言出而反而 白佑泽紧急救场 或成为SHURY全球形象代言人 沈牧尘再次成为重视之地 各种难听的辱骂接踵而来 他关掉手机不去看这些消息 这样的事情 他经历过很多 已经习惯了 看着评论区为他拼命说话的粉丝 沈牧尘红了眼眶 他问心无愧对得起高文谦 却对不起这些一直站在他身边的粉丝 一滴无声的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 发布会那边的高文谦同样不好过 明明这件事已经完美解决了 他不费吹灰之力 就帮白佑泽拿下了这个代言 可为什么并没有开心的感觉呢 沈牧尘冷漠的表情 一遍一遍地在他脑海里浮现 让他有些心烦意乱 时间过得很快 一眨眼就到了离婚综艺的最后一期 主持人面带笑容地介绍着游戏规则 这轮游戏采用问答模式 得分最高的夫妻 可以获得一枚皇冠第一组 是高文谦和沈牧尘 高文谦露出他那经典无害的笑容 反观是沈牧尘 有些不在状态 第一题 请问沈牧尘的爱好是什么 话音刚落 高文谦的表情便有些僵硬 好看的眉头微微促起 他悄悄给沈牧尘使了个眼色 却没有得到任何反馈 他眯着眼睛思索了一会儿回答道 徒步此话一出 瞬间飘起了一大片弹幕 怎么可能是徒步啊 哥哥的脚受过伤 医生都说他不能长时间地走路 就是啊 他不会对哥哥一无所知吧 主持人微微一笑 保持着得体的姿态 说出正确答案 答案错误 正确答案是摄影 接下来的十个问题中 高文谦只回答对了两道 他的脸色已经肉眼可见地看起来 好 最后一个我们不采用问答的模式 请在场的女嘉宾 选出自己伴侣最喜欢的食物 并亲手喂给他 面对琳琅满目的食品 高文谦犯了男 他想伸手去拿芒果 然后又有些纠结 那双纤细的手 就这样尴尬地悬在半空之中 几番犹豫后 他选择了一块猕猴桃 喂给了沈牧尘 沈牧尘犹豫了一瞬 还是吃了下去 不过十分钟 他的脸上 胳膊上就起了一大片红疹子 看起来触目惊心 主持人敏锐地察觉到 他这是过敏了 立刻让他先去后台休息 高文谦也一同跟了过去 刚到后台 高文谦刺耳的声音便响了起来 他恨铁不成钢地盯着沈牧尘 沈牧尘你故意的是吧 为什么不跟我说清楚 你猕猴桃过敏 现在让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出丑 你满意了 还有那个破相机 谁让你写爱好是摄影的 我不是说你不许再摆弄那个破相机吗 你到底有没有把我说的话当回事 你到底在做什么 高文谦字字句句都是对沈牧尘的指责 没有关心一句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当节目组的医疗团队给他施下脱敏药后 他才有了好转 这一刻他才真正明白 什么是恶人先告状照进现实 他们在一起十年 高文谦都不知道他对猕猴桃过敏 甚至还倒打一耙怪他没有说清楚 他们之间已经完全没有了爱情 剩下的满满都是利益捆绑 他只在乎这样做会不会影响他的名声 完全不关心沈牧尘的健康 深呼吸几口气后 他才缓缓抬起头 高文谦你说够了吗 高文谦面色一正 在一起十年 他从未这样叫过他的大名 他不可置信地问道 你说什么 你为什么忽然之间叫我的大名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沈牧尘没有理会他的话 起身来到了另一边的椅子坐下 他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赶紧录完节目彻底离开 如果不是天价的违约经 恐怕沈牧尘一分一秒都待不下去 而高文谦还在震惊沈牧尘的转变 他觉得沈牧尘不再是以前那个 任他掌控的青涩男孩了 他呆呆地看向沈牧尘 觉得此刻的他像断了线的风筝 马上就会离他而去 这种心情只持续了几秒钟 又被高文谦给否认了 他不会离开的 他们半个月前才刚刚签订了续约合同 沈牧尘不可能毁约 休息半小时后 高文谦和沈牧尘重新回到了现场 恰巧天空稀里里地飘起了小雨 眼看雨时越来越大 工作人员急忙搭起帐篷让大家避雨 气温骤降 所有男嘉宾都把自己的衣物 脱下来给了女嘉宾 沈牧尘也不例外 虽然他对高文谦已经没了感情 但基本的照顾还是有的 可高文谦微笑着拒绝了他的外套 没关系 我这边有围巾 你自己穿上就行了 沈牧尘看见他身边的确有个后围巾 便也没有继续坚持 可几分钟后 就有男嘉宾对他发出了疑问 牧尘 文谦都动得打仗了 要不你把衣服给他穿会儿 咱们男人动一会儿没什么的 沈牧尘疑惑着转头望向高文谦 发现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丢掉了后围巾 身上只穿了一件单薄的短袖 高文谦急忙出来打着圆场 没关系的 刚才我选错了牧尘爱吃的东西 他应该在怪我吧 说着说着 他的眼里蓄满了泪水 这一幕让在场的嘉宾十分动容 纷纷指责起沈牧尘 牧尘 你不能这么小心眼 选错了东西而已 没必要这样吧 是啊 你看文谦都动成这样了 就算是陌生人 你也不能这么冷漠吧 面对这些无端的指责 沈牧尘一颗心瞬间沉到了谷底 他猜到了 这又是高文谦设计好的 现在解释没有任何意义 他从容地将衣服脱下 给高文谦披上 看着高文谦色缩的模样 沈牧尘无声地勾起了唇角 他 不当演员真的是可惜了 很快节目的录制就到了尾声 在河边拍结束合影的时候 另一名女嘉宾失足掉进了水中 所有人都惊慌失措地救他上岸 只有沈牧尘坐在原地一动不动 刚才高文谦偷偷和他说过 这是女嘉宾为了挽回他老公故意落水的 让他不要多管闲事 把救人的机会让给他老公 当女嘉宾被救上来时 沈牧尘再次成了众人讨伐的对象 沈牧尘 你还真是没有心 在场的只有你一个人会游泳 你还在那冷眼旁观是什么意思 沈牧尘怀疑是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什么叫只有他一个人会游泳 当他转过身想向高文谦求证的时候 却意外发现了他和那个女嘉宾对视的眼神 他冷笑一声 又是故意设计好的剧本 又是拿他冲锋陷阵 他不说话 也不为自己辩解 只是静静地坐着承受着其他嘉宾的指责 节目结束后 不出高文谦的索料 获得了极高的收拾率 耍大牌 直男 冷漠的名声也像大山一样压在了沈牧尘的身上 让他动弹不得 大批粉丝托粉 已经签好的品牌纷纷选择终止合作 一时之间 沈牧尘的口碑从天堂跌落到了地狱 进宫宴上 沈牧尘拉住了高文谦 为什么要这么做 高文谦讨厌极了他这张毫无波澜的脸 他猛地甩开他的手 语气冰冷地说道 为什么 你看不到这个节目的收视率有多高吗 等我把小子捧出来后 会给你洗白让你重新复出的 反正你以后也不想做明星了 就当为我旗下的艺人扑扑路 不行吧 如果你一直风头这么盛 小子是不可能有出头之日的 娱乐圈的哪个人不是这样 离开前总要被榨干一点东西 当高文谦自顾自的说完 抬头看向沈牧尘时 才发现他的脸色平静的可怕 就像是暴风雨来临前最后的平静 他有些心虚 语气也降低了几分 好了 我们先去参加庆功宴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不等沈牧尘回话 他就迫不及待地朝着宴会厅走去 沈牧尘也没有丝毫留恋 毅然决然地转身朝着相反的方向离去 他们之间 不会再有明天了 这场庆功宴足足持续到凌晨两点才结束 当高文谦准备和沈牧尘一起回家时 才发现沈牧尘根本不在现场 他生气地拿出手机准备质问 却惊奇地发现沈牧尘退出了所有群鸟 高文谦握住手机一言不发 口中不停尼南着 好好好 真是长本事了 我看你能应急到什么时候 他喝了酒不能开车 于是当晚就在附近的酒店住下 第二天下午清醒后 手机仍然空空如也 没有短信也没有电话 他强忍着宿对的不是给沈牧尘拨打的电话 却只听到电话那头机械的女鹰播报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请稍后再拨 这是高文谦第一次联系不到沈牧尘 他生气地将手机扔到墙上 洁白整齐的墙壁顿时被砸出了一个凹痕 他再次拿起手边的花瓶 犹豫了下却没有砸出去 可颤抖的身体还是出卖了他 现在的高文谦已经处在圣怒的边缘 直到现在 他仍然固执地认为这是沈牧尘故意给他的下马威 如果他现在服软 那以后在家里就毫无地位可言 理了理凌乱的头发 高文谦才勉强让自己平静下来 接下来的几天 高文谦拼命让自己沉浸在工作之中 克制自己不去想有关沈牧尘的一切 高文谦坚信 谁先开口谁就是输家 他不允许自己是那个失败者 一晃时间过去了半个月 明天就是商演的日子 可沈牧尘却迟迟没有消息 他让同事给沈牧尘打电话 依旧是关机状态 无奈之下 只得让白柚泽来救场 让高文谦没想到的是 白柚泽的出现竟然收获了很多好评 白柚泽好帅 以前怎么没发现啊 是啊 以后他就是我单了 希望柚泽哥哥多出来参加活动 与此同时 评论区也多了很多讨伐沈牧尘的声音 没记错的话 这种商演一直都是沈牧尘来啊 他怎么没来 可能又再耍大牌吧 他又不是第一次这样 算了 反正白柚泽也不错 我感觉比沈牧尘更拿得出手 车上的沈牧尘看到这些消息 眼里的光一点点的暗淡下去 对于这场商演 他事先并不知情 以往的每次活动 都是提前一到二天 高文谦才会告诉他 完全不给他拒绝的机会 不过已经不重要了 他的口碑已经差到了极点 也不差这一次了 正准备关机时 高文谦的短信发了过来 沈牧尘 你应该看到热搜了吧 我说过 没有你我也要捧得红其他人 如果你现在肯向我道歉 我可以原谅你 这次我就当是你任性了 看见信息立刻给我回电话 沈牧尘轻笑了一声 他还以为自己是从前那个 任他拿捏的单纯小男孩吗 将手机关机后 他拉了拉帽子准备睡觉 马上他就会踏上出国的飞机 这里的一切都与他无关 电话那头的高文谦 迟迟没有等到沈牧尘的回复 本来淡定的心 也开始变得胶着起来 以前沈牧尘也耍过这种小脾气 现在已经过去大半个月了 仍然隐形全无 忽然高文谦想到了什么 只要他把沈牧尘银行卡里的钱 全部转走 他生活不下去 自然会回来找他 他熟练的输入几个数字 想登录APP 却始终提示密码错误 当账号被锁后 他才终于意识到 沈牧尘把登录密码和取款密码 都改掉了 高文谦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摊坐在椅子上 他不明白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为什么突然间 沈牧尘就不受他的掌控了 几分钟后 他立刻拿出车钥匙准备回家 他心里还谈存着最后的希望 也许沈牧尘一直在家等着他回去 终于回到家后 高文谦才发现 自己忘记带钥匙了 从前的他无论什么时候回来 沈牧尘都会在家里等他 他自然没有带钥匙的习惯 使劲地敲了几声房门 始终无人应答 高文谦烦躁地拨打了开锁电话 在等开锁师傅上门的这段时间里 高文谦想了很多 他已经隐隐感受到了 沈牧尘不是故意不开门 而是根本不在家 半个月以来 他也没有收到任何狗仔 偷拍到沈牧尘的消息 好像 他真的从他的生活里消失不见了 他越想越害怕 一股剧烈的恐慌感迅速席卷全身 让他有些窒息 半小时后 开锁师傅才终于上门 明明只有半个小时 高文谦却觉得仿佛过了半个世纪一样漫长 打开门锁后 他迫不及待地冲进了屋内 可屋内冰冷的气息提醒他 这里已经很久没有人住过了 落户店上只有他一个人的拖鞋 桌上也只有他一个人的水杯 他来不及换鞋便冲进了屋内 忽然 查击上一份文件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翻开文件 大大的离婚协议书几个字刺痛了他的眼睛 他不可思议地盯着这几个字 愤怒让他照红了脸 高文谦咬着牙从嘴里挤出了几个字 好好好 现在都会用离婚来要挟我了 可翻到最后一页时 他有一瞬间的恍惚 为什么最后一页会有他的签字 他极力在脑海里检索过往发生的事 想着想着 他将目光放到了另一份续约合同上 翻开后 才发现那根本就不是续约合同 只是一份过期的代言文件而已 他将文件揉成一团捏在手里 脸色阴沉的可怕 正当他准备动用所有人脉找到沈慕尘时 有人敲响了房门 突然的声音让高文谦一喜 他心里想 一定是沈慕尘回来了 可当他满心欢喜打开房门时 看到的不是沈慕尘 而是白佑泽 他顿时垮下了脸 你来干什么 白佑泽也十分不习惯他这突然的冷漠 怎么 我不能来吗 高文谦不想和他多纠缠 无力地坐回到沙发上 到底有什么事 白佑泽正想开口说话 就看到了茶几上的离婚协议书 他的语气中有着掩盖不住的惊喜 你和沈慕尘离婚了 那我们 不等他说完 高文谦就打断了他 我们没有离婚 那只是沈慕尘耍脾气而已 白佑泽无所谓的耸耸肩 你不是一直看不上他吗 他现在走了 你应该开心才是啊 他边说边揽上高文谦的肩膀 语气暧昧 他走了 我们不就可以顺势在一起了吗 以前他们之间 也不缺这种亲密的互动 高文谦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甚至还很享受这种暧昧的感觉 可现在 他对白佑泽的举动有些反感 他朝着旁边的位置挪动了一寸 然后冷冷开口 我是有家的人 我们还是保持距离比较好 白佑泽盯着高文谦看了很久 才发现他这话并不是玩笑 他又朝着高文谦的方向靠近了一点 依然被他躲开了 白佑泽对他的态度十分不满意 语气也带了一丝凌厉 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以前做了那么多无情的事 现在又装申情了 他在的时候你看不上他 他走了你又拼命找他 不是我说 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啊 高文谦听着这些难听的话皱起了眉头 我怎么样不用你管 不要忘了你现在的成就是谁给你争取来的 如果没有我 你什么都不是 白佑泽摸了摸下巴 然后不屑地笑出了声 是啊 如果不是你给沈慕辰下套 我也没机会走到大众的事业里 说起来 还都要感谢你呢 听着这些刺耳的话 高文谦暴跳如雷 他抄起旁边的花瓶 就朝着白佑泽的方向砸了过去 滚出我家 白佑泽偏了偏身子 没有被这花瓶砸到 他理了李一秀 我知道你现在情绪不稳定 说的都是气话 我晚几天再来听见关门声后 高文谦捂住脸痛哭起来 白佑泽说的没错 他和沈慕辰变成如今这副模样 都是拜他所赐 是他一手毁了他们的幸福 痛哭过后 高文谦再次冲向卧室 他不相信 沈慕辰会这样绝情 可他翻了很久 都没有找到沈慕辰的一件衣物 一直摆在书房的相机也不见了 这一刻 他才彻底醒悟 沈慕辰不是赌气 而是彻底离开了他 从那份假的续约合同开始 他就已经计划着离开了 而他却一无所知 甚至为了给白佑泽铺路 把他一次又一次地 推到了风口浪尖 他连忙给沈慕辰发消息 这次他愿意低头 只要沈慕辰肯回来 可得到的只是一个红色感叹号 他不死心地换其他微信号发 无一例外都被拉黑了 高文谦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他直直地倒在了地上 失去意识前 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无论付出任何代价 他都要找到沈慕辰 当高文谦清醒过来时 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周围以白佑泽为首围了一圈的人 见他清醒众人急忙上前问道 文谦 你感觉怎么样 我们电话联系不上你 去你家找你才发现 你昏倒了高文谦 揉着微微发痛的脑袋 有些愣神 也许之前发生的一切都是梦 他小心翼翼地开口问道 沈慕辰啊 听到他的话 周围人神色各异 心底也纷纷生出疑问 他不会是晕倒失忆了吧 白佑泽率先开口 你们已经离婚了 你不记得了吗 高文谦见到白佑泽 下意识地皱了皱眉头 随后又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和懊悔中 他最后的一丝寂气也破灭了 那不是梦 而是沈慕辰真的离开了 沉默了几分钟 高文谦异常坚定地抬起头 不管用什么方法 都要找到沈慕辰 高宰也好 联系朋友也好 要快 好印下后 除了白佑泽外的其他人便离开了病房 高文谦冷漠地抬头 看了一眼白佑泽 捏走白佑泽冷哼一声离开了房间 在他眼里 高文谦不过是一时想不开而已 等他想开了 自然会和他回到以前的那种状态 他和高文谦是同一种人 都是为了往上爬不择手段 他们才是最般配的 病房空荡下来后 高文谦的脸上划过两刀泪痕 每当他闭上眼睛 脑袋里回想的都是沈慕辰的好 如果他知道那天的庆功宴 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他一定不会说出那么多难听的话 可惜 这世上从来没有后悔药 高文谦就这样呆呆地坐在病床上 直到日落都没有喝过一口水 忽然 一道手机铃声打破了寂静的氛围 高文谦迫不及待地拿起手机 语气也带了一丝颤抖 有消息了吗 找到沈慕辰在哪了吗 电话那头有些犹豫 找到了 可是 没那么多可是 告诉我他在哪 在西比利小岛挂断电话后 高文谦一直在重复这个名字 西比利小岛 他居然出国了 高文谦的喉咙里发出哽咽的声音 他觉得鼻子有些发酸 眼眶也变得湿热起来 他怎么会出国呢 他真的不要我了 他不要我了深呼吸几口气后 他才让自己的内心平静下来 只要知道了他的地址 哪怕天南海北 他也要把他带回来 他当下订了最近一趟的航班 准备出发 飞机上 过往的回忆不断在高文谦的脑海里闪烁着 他的初心确实是挣够一千万 就离开娱乐圈 可慢慢的 他发现自己的野心越来越大 他不满足于这一千万 他开始羡慕朋友的豪华跑车和独栋别墅 羡慕他们挥金如土的生活 他将所有筹码都压在了沈牧尘的身上 每当沈牧尘想退场的时候 他都会拿出那套经典的PUA话术 诉说自己的不义与辛苦 诉说自己为他放弃的一切 偏偏这招也百事百灵 他将车房以及所有的钱都交给了他 他心安理得地收下 并认为这就是沈牧尘该做的 他自以为拿捏住了沈牧尘 慢慢的 心中的天平开始倾斜 他爱沈牧尘 发现沈牧尘退出娱乐圈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后 他就想榨干他最后一点价值 他觉得民生是最没用的东西 等他们赚够了钱自然会离开 但他忽略了沈牧尘的感受 忘记了他也是个活生生的人 甚至白佑泽 也是他拿捏沈牧尘的一枚棋子 他想让沈牧尘知道 他有这个能力 想让谁红就让谁红 直到最后生生逼走了他 高文谦轻轻轻用手捂住脸 泪水不停地从指缝间流出 也许是哭得累了 半小时后高文谦的意识开始逐渐模糊 他做了一个梦 梦中的沈牧尘在向他招手 另一边的沈牧尘已经在西比利小岛住了一个星期 他很喜欢这里的环境 他本就不是追逐名利的人 他的愿望从来没有变过 那就是成为一名出色的摄影师 为此他学了潜水 买了登山的装备 就为了拍出最完美的照片 正当他在海边看风景时 江河递给他一杯鸡尾酒 江河是他大学最好的朋友 一个星期了 还不走吗大明星 沈牧尘有些疑惑地转过头 走 走去哪 以后我就在这儿了 江河听到这话有些诧异 当初你为了高文谦 放弃了自己热爱的摄影行业 进了娱乐圈 怎么现在又不回去了 高文谦会同意 沈牧尘轻笑了一声 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放松的表情 我和高文谦已经离婚了 我再也不用回那个满是面具和剧本的娱乐圈了 江河挑了挑眉 沈牧尘对高文谦的爱和付出 他一直看在眼里 如今他做出这个选择 一定是高文谦做了让他很崩溃的事 他没有多问 而是轻轻拍了拍沈牧尘的肩膀 不管你做什么 哥们都支持你 沈牧尘欣慰一笑 然后举起酒杯 亲你一口 原来自由是这种感觉 没有赶不完的通告 没有参加不完的宴会 也没有时刻紧动的精神 现在的他 不是大明星沈牧尘 而是可以全心全意做自己的沈牧尘 他很享受这种状态 几天后 正当沈牧尘在海边看风景 喂海蜗时 耳边忽然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牧尘 沈牧尘睁开双眼 发现面前的人正是自己的大学同学钟婉毅 他惊讶地陡然睁大双眼 你怎么在这儿 你该不会和江河 江河猛吹了一下沈牧尘的胸口 说什么呢 婉毅的心思你还不了解 沈牧尘有些无措的低下头 他自然是了解的 大学时 他 江河 钟婉毅本来是最好的铁三角 当钟婉毅和他表白时 他想也没想地拒绝了 只因为那时候 他的心里已经有了高文谦 从那天开始 铁三角的感情便出现了裂痕 钟婉毅也逐渐淡出了他们的生活 没想到居然会在这里再次相见 况且大学已经毕业这么多年 他没想到钟婉毅竟然还在等他 江河率先开口打破了这诡异的沉默 竟然我们重新在这里相遇了 晚上我请客 咱们喝一杯沈牧尘没有拒绝 钟婉毅也点着头同意了 他本就是为沈牧尘而来 当他听江河说沈牧尘离婚了以后 就立刻买票飞了过来 他觉得这是上天给他的第二次机会 他不想再错过 吃过晚饭后 三人一起坐在海边烤着篝火 忽隐忽现的火苗 让他们看不清彼此的情绪 你准备在这待多久 钟婉毅想都没想地回答 你待多久我就待多久听到这话 沈牧尘被呛了一口水 他没想到钟婉毅居然会这样 直白地说出来 而他刚刚离婚 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处理这段感情 也觉得自己配不上等他至今的钟婉毅 他低着头没有说话 钟婉毅也看穿了他的情绪 语气轻柔地安慰着他 没关系 你不用有心理负担 我已经等了你很久 不差这一刻听到这话 沈牧尘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内心也开始游离起来 自己真的值得另一个女孩为他苦苦等待吗 也许是晚风比较凉 又也许是沈牧尘心思比较重 当天晚上 他就发起了高烧 附近没有医院 钟婉毅就挨家挨户地 找中国人询问有没有退烧药 半小时后 他才满头大汗地拿了几包退烧药回来 期间还不停地用湿毛巾擦拭着沈牧尘的身体 就这样 他照顾了沈牧尘整整一个晚上 第二天一早 沈牧尘醒来后 就看到了趴在床边熟睡的钟婉毅 他只是轻轻起身 就让钟婉毅从睡梦中惊醒过来 他迫不及待地探上沈牧尘的额头 发现体温正常后 才常常舒了一口气 他对着沈牧尘露出一个璀璨的笑容 还好 现在已经不发烧了 正说着江河便从门外端着早餐走了进来 一见江河进来 沈牧尘狠狠瞪了他一眼 你这个没良心的 我发烧 你就让婉毅一个女孩子照顾我 你去哪了 江河立马举手做投降状 我冤枉啊 我说要照顾你 是婉毅说不放心我 还是他来一听这话 沈牧尘瞬间红耳朵 他转头看向钟婉毅 由衷地说出一句谢谢 而钟婉毅则是毫不在意地摇了摇头 和我不用这么客气 经过几天的相处后 沈牧尘逐渐发现了钟婉毅的好 他每次看到沈牧尘拍照 都会夸他 说他是他见过的最棒的摄影师 尊重他的任何决定 陪他做任何他想做的事 当他懊恼时也会鼓励他 让他多休息 而不是说他做得不够好 慢慢的 沈牧尘那颗坚定的心有些动摇 他想 他既然已经完全放下了过去 是时候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 可他还没来得及或钟婉毅表白 就看到了一个不速之客 高文谦 四目相对的一瞬间 沈牧尘微不可查地皱起了眉头 而高文谦则是满心欢喜地朝他跑来 不等沈牧尘反应过来 他就已经搂上了沈牧尘的脖子 你为什么不声不响来到这里啊 你知道我找你花费了多少时间吗 我到这边人不生地不熟 我打听了好久才找到你的位置 沈牧尘 以这个没良心地看着痛哭流涕的高文谦 沈牧尘面无表情地推开了他 如果你想劝我回去 那大可不必 我是不会重回娱乐圈的高文谦 听出了沈牧尘话语中浓浓的排斥 他急忙摇头 不是的 我没有让你回娱乐圈 我是专门来找你的 你是生气才要和我离婚的 对不对 现在我已经知道错了 你和我回去好不好 我再也不会逼你做你不喜欢做的事了 看着高文谦这副卑微的模样 沈牧尘有些恍惚 一向强势的高文谦居然也会道歉 可惜 他悔悟得已经太晚了 现在的他 对高文谦已经没有了一丝一毫的感情 二人纠缠的时候 小落出的钟婉翼也不自觉地攥紧了衣巾 离得太远 他听不清二人究竟说了什么 一旁的江河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道 放心 牧尘心里有数的可钟婉翼却仍然紧绷着一根弦 他念入着开口 你说 他会不会心软 和他回去了 他的语气中有着浓浓的担忧 仿佛下一秒就会哭出声来 江河摇摇头 他不会回去的 他一旦做了选择 会比任何人都坚定听到这话 钟婉翼那颗悬着的心才微微放下 可他还是直直地盯着他们的方向 不肯错过一次细节 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不要再来纠缠我了 就这样说完 沈牧尘转身就想走 却被高文谦拉住了手臂 他眼里闪烁着泪光 看起来格外可怜 牧尘 我已经知道错了 你为什么不肯原谅我呢 我知道以前是我不好 是我忽略了你的感受 可是人都会犯错啊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我不相信你会这样决绝听着高文谦这些话 沈牧尘只觉得有些可笑 这么多年的感情 他明知道他在意名声 他在意粉丝 会因为他的举动而受到伤害 他不想演这样的剧本 可他还是不停地逼迫他 那时候的他 有想过他们之间有这么多年的感情吗 他一根根掰开高文谦的手指 我说过 我们之间结束了望着沈牧尘离去的背影 高文谦终于抑制不住地大哭起来 沈牧尘 沈牧尘停住了脚步 并微微转身 还有什么事 你不能这么对我 我为你放弃了那么优越的生活 你怎么能抛弃我呢 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才可原谅我啊 他边哭边喊 到最后已经失了声 甚至因为哭得过于激烈而发出了干呕声 看见他这副模样 沈牧尘只觉得可笑至极 他已经把能给的一切都给了他 为什么他还是不满足呢 车子 房子我都给你了 早些年赚的钱也都在你手里 如果你觉得这些还不够 那我无能为力 只能说声抱歉了 就当是我对不起你 你现在可以去找更好的归宿 高文谦彻底呆愣在原地 他想不到沈牧尘居然会说出这么冰冷的话 这还是他曾经认识的沈牧尘吗 他觉得心口传来一阵追星的疼痛 让呼吸都变得尖色起来 忽然 他想到了什么 他擦擦眼泪 然后抽噎着继续说道 我知道了 是白佑泽对不对 你一定是生气 我和他走得太近 我这就回去和他断绝一切关系 娱乐圈的一切 我都不要了 我就好好地和你过日子 我们以后再也不用演了 好不好听着他哀气的声音 沈牧尘摇了摇头 和他没关系 可此刻的高文谦根本听不进去 他固执地认为沈牧尘只是简单的闹别扭而已 看着高文谦离去的背影 沈牧尘无可奈何摇摇头 他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了 剩下的 他无能为力 看到高文谦走了之后 钟婉毅才从角落里跑了出来 看见他满脸担忧的模样 沈牧尘没忍住捏了捏他的脸 怎么了 这么紧张 听见沈牧尘的询问 钟婉毅鼻头一动 痘大的眼泪瞬间流了下来 我好怕 我好怕你会和他回去 沈牧尘轻轻刮了下他的鼻尖 语气温柔地回应着 我不会回去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钟婉毅再次难过地垂下头去 原来他心里已经有了喜欢的人 才没有跟高文谦回去 看他失落的模样 沈牧尘就知道这傻女孩 一定又是会错意了 他无奈地捧起钟婉毅的脸蛋儿 怎么这么傻呀 我喜欢的人就是你啊 话音刚落 钟婉毅的眼里就绽放出了光彩 真的吗 你真的可以接受我吗 沈牧尘点点头 片刻后 他又犹豫地开了口 可是我觉得自己配不上你 我有过一段婚姻 不等沈牧尘说完 钟婉毅就捂住了他的唇 我不许你这样说自己 在我心里 你就是最好的最后 二人以一个温柔缠绵的吻 开启了新爱情的篇章 沈牧尘望着眼前这个满心 满眼都是他的女孩 心底暗暗发誓 这辈子永远不会让他输 当高文谦再次出现在白柚子面前的时候 他有一瞬间的欣喜 他以为是高文谦想明白了 可接下来他的话 却让他如雷皮般愣在原地 你说什么 你以后不当经纪人了 白柚子暴躁地走来走去 沉重的呼吸声暴露了他的情绪 你不当经纪人 我怎么办 你退出娱乐圈直接走人了 有没有想过 下面的人怎么生活 高文谦语气冰冷地回应着 我会把你们移交给其他的经纪人 只是我不做这行而已 又不是公司倒闭 你有必要反应这么大吗 白柚子心里明镜一般 他之所以能取得现在的成就 都是因为高文谦肯给他资源 如果换成其他经纪人 未必会有如今这种势头 他知道被抛弃的艺人是什么下场 他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我不同意 现在正是我们发展事业的好时机 你舍得这样退出 我说你是不是和沈沐晨待久了 也变得毫无斗志了 你难道要和那个废物一样逃避吗 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听见白柚子说沈沐晨是废物 高文谦心里激压已久的怒火瞬间被点燃 他用了实诚实的力气 甩了白柚子一个耳光 五指分明的巴掌印 瞬间出现在了他的脸上 白柚子捂着脸 满眼都是不可知性 你打我 你为了那个废物打我 话音刚落 白柚子的右脸又响亮地挨了一个耳光 高文谦指着他的鼻子警告道 你再敢说沈沐晨是废物 我听见一次 打你一次 趁白柚子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高文谦转身便想离开 可还没踏出房门 就又被白柚子叫住 只见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打照片 甩在了高文谦的脸上 你看看 这些都是什么 高文谦皱着眉头捡起地上的照片 越看他眉头皱得越深 那些设计作举的聊天记录 都被白柚子打印了出来 其中不乏买跑车的证据 以及两人暧昧接触的照片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录音笔 我们说的所有话 我都有录音 如果这些照片和录音给到了媒体手中 你应该知道会有什么影响 高文谦的眉头越皱越深 几分钟后 他才咬着牙问道 你威胁我 白柚子不在意地怂怂间 只要我们继续保持合作关系 我自然不会让这些东西流传出去顿了顿 他继续说道 如果你执意要离开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在娱乐圈摸爬滚打这么多年 还从来没有人敢用这种语气威胁他 他本以为白柚子只是他制衡沈木城的一枚棋子而已 没想到这枚棋子并不听话 甚至还有了自己的主见 高文谦冷哼一声 有能耐 你就把这些放出去 说完 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他不相信白柚子会把这些东西宣扬出去 除非他不想要自己的虔诚 让高文谦没想到的是 他再一次失算了 沈木城前妻婚姻内出轨 是巨资为旗下男星购买跑车 沈木城退圈或有引擎 综艺皆为剧本 看似冷漠 实则为前妻下套 高文谦看着这些热搜 谋底已经燃起了愤怒的火 他紧握着拳头 没想到白柚子竟然会封到这种地步 伴随着热搜的不断发酵 粉丝们也挖出来越来越多的内幕 评论区很快就被攻陷 没记错的话 那个落水的女嘉宾是会水的吧 那他装出不会水的模样 是什么意思 我看是故意落水的吧 他和高文谦的眼神互动 就很不对劲 更有敏锐的粉丝通过回放综艺 看懂了高文谦的唇形 我看懂了 是高文谦不让哥哥救人的 他说这是做戏 让哥哥不用管 真是过分 居然用这种方式陷害哥哥 他好恶毒 除此之外 也有粉丝开始猜测 这其中是否有阴谋论 他不会是想故意让哥哥垮台 然后让哥哥净身出户 最后他和白友泽在一起 把高文谦承认这一切 确实是他设计的 但他从来没有想过 和白友泽在一起 他做的一切 不过是为了赚钱 不过是为了给沈慕成 一个警告而已 可如今却被误解成 他陷害沈慕成 是为了分财产 然后离开他 他心里明白 无论他说什么 都不会有人相信的 曾经的回旋标 如今也正中他的眉心 原来被人误会 是这种滋味 他觉得内心拧个劲的疼 当初沈慕成被网友攻击时 有多么离谱 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成为了过街老鼠 他的所有社交平台 全部被粉丝和路人攻陷 难听的辱骂和指责接踵而至 甚至走到路上 也会被粉丝认出来 然后指指点点 他低着头一言不发 承受所有的攻击 他确实做错了 所以现在的结果 也是他就由自取 回到家后 他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 快速将手里的房子脱手 然后召开了 退出娱乐圈的记者发布会 白友泽那边同样不好过 大家纷纷指责他是男小三 说他靠着女人上位 本以为可以将矛盾 全部转移到高文谦和沈慕晨的身上 然后他自己眉眉隐身 可没想到聪明的网友 没有漏掉他 纷纷抵制起他代言的所有品牌 品牌方迫于社会压力 只得终止了和他的合作 曾经万人追捧的大明星 也会沦落到这副模样 高文谦看着白友泽落魄的模样 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 他怎么可能让白友泽独善其身呢 之所以大众会如此敏锐地捕捉到他 是因为他花了大价钱雇佣的水军在带节奏 他要让白友泽知道 没了他 他什么都不是 当为他自己 也当为沈慕晨出了一口气 一切都处理妥当后 他买了一张飞往西比利小岛的机票 这次 他一定会重新追回沈慕晨 高文谦悄悄地在沈慕晨的住处附近租了一间房子 可第二天 他就发现了不对劲 沈慕晨的住处不只有他自己 还有另外一个女孩 看他们亲密的动作不像是普通的朋友关系 他紧咬着嘴唇 不相信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他就会另寻新欢 可眼前发生的一切又让他不得不承认 在暗中默默观察了两天后 高文谦终于忍受不了了 趁他们吃饭的时候 他猛地冲到了他们的面前 沈慕晨 你给我个解释 这女人是怎么回事 沈慕晨被这突然窜出来的人影吓了一跳 等看清来人是谁后 他的眉头瞬间皱成一团 我上次跟你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你又来干什么 高文谦不理会他的话 仍然固执地询问着自己想问的话 我再问你这女人是谁 你不要转移话题 沈慕晨气急返校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没有义务回答你的任何问题 这句话犹如一盆冷水 让本来圣怒的高文谦瞬间冷静了下来 是啊 他们不是在冷战 他们已经离婚了 高文谦吸了吸鼻子 试图努力平复自己的心情 几分钟后 他才缓缓抬起头来 对不起 刚才是我太激动了 你告诉我这个女人是谁好吗 沈慕晨紧紧握住钟婉一的手 脸上也不自觉带上了一丝微笑 可这笑容却深深刺痛了高文谦 他痛苦地转过头去 不愿意看到眼前这幅景象 这是我的女朋友 也是我未来的妻子 哪怕他极力不去看他们 而他却堵不住耳朵 话音刚落的一瞬间 高文谦只觉得天崩地裂 他牵着另一个女孩儿的手 说那是他未来的妻子 高文谦颤抖着身子 迫使自己转过身指示他们 那我呢 我算什么 你当初明明说过 会保护我一辈子的 他满眼期盼地看着沈慕晨 他想沈慕晨一定会想起 过去的成承诺 然后向他道歉 可沈慕晨没有 他只是无声地笑了一下 就当我对不起你 行了吗 温热的泪水瞬间喷涌而出 高文谦没法接受这个现实 那个曾经对他唯命失从 说一不二的沈慕晨 彻底消失不见了 见高文谦不说话 沈慕晨又继续问道 或许 你想怎么样 再要一套房子 一辆车子 还是钱 这些赤裸裸的话 深深出众了高文谦的内心 他颤抖着双唇问道 你在怪我 是吗 沈慕晨摇摇头 曾经怪过 现在已经想通了 我们从始至终 就不是一路人别再纠缠了 体面退场吧 说着 他就带着钟婉一离开了 不乏坚定 没有丝毫犹豫 钟婉一担忧地回头看了一眼 慕晨 你要不要去安慰安慰他 不用 要断就断得彻底点 不然对他对你都是不公平 我从来不是优柔寡断的人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钟婉一点了点头 他相信并支持 沈慕晨所做的一切 第二天晚上 沈慕晨准备带着钟婉一 去海边捡贝壳 可一出门 就看到高文谦抱着酒瓶 坐在他家门口 不仅怀里抱着酒瓶 周围也堆满了 大大小小的瓶子 看起来喝了很多 也待了很久 听到有人出来 高文谦的眼神有些飘渺 慕晨 你终于舍得出来见我了 沈慕晨皱了皱眉头 本以为上次已经说明白了 没想到他还是这样 冥完不灵 你喝醉了 快回去吧 高文谦不仅没有离开 反而顺势抱住了沈慕晨的腿 他醉熏熏的 说起话来也断断续续 慕晨 我是文谦啊 你为什么要这么冷漠对我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我只有你 你知道吗 我已经不当经纪人了 我上次回去 就是宣布退出娱乐圈的 我终于知道 被误解是什么滋味儿了 当初是我对不起你 我不该把你加在火上烤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求求你再给我个机会好不好 他越说越激动 说到最后 甚至嚎啕大哭了起来 他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哭诉着 看起来格外可怜 沈慕晨有些恍惚 他已经很久没见过高文谦这副模样了 自从踏入社会后 他一直以强势的态度示人 从不肯低头 也不肯认错 以往的每一次吵架 无论谁对谁错 都是沈慕晨最先低头 见沈慕晨不说话 高文谦的眼泪又燃起了希望的光 他艰难地站起身来 小心翼翼地伸出手 试图拉住沈慕晨 却被他不动声色地躲开了 看见落空的手 高文谦的眼中闪过一抹淡淡的自嘲 他嘶哑着嗓子继续问道 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好不好 你别这样 你心疼我对不对 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 再不记 你就当可怜我 别离开我好吗 我真的不能没有你啊 他哭得撕心裂肺 精心化好的妆容也花成一团 钟婉一有些难过的低下头去 他在担心 担心沈慕晨会不会因为心软 而重新回到高文谦身边 沈慕晨感受到了钟婉一的无措 他紧紧握住钟婉一的手 并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 随后 他将目光转向高文谦 可怜不是爱 心疼也不是爱 我和你之间 早就没有爱情了 你自己好好想想 别再这样执迷不误了 当沈慕晨正准备走的时候 又想到了什么 他给江河打去了电话 这么晚了 留他一个人在门口始终不安全 直到江河赶到 他才放心地离开 总要有一个人把他送回去 此时的高文谦 已经哭得失去了所有力气 他任由江河扶起他回家 双眼无神空洞 再没有了往常的嚣张跋扈 他像个脆弱的娃娃 仿佛轻轻一碰就会碎掉 江河见他这副模样 也无奈地摇摇头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直到第二天下午 高文谦才清醒过来 他觉得自己的头都要裂开 昨晚的事他也统统不记得了 他记得自己明明是在 沈沐晨的家门口喝酒 怎么一觉醒来又在自己家呢 短暂地思考后 他的脸上竟然浮现出一次欣喜 一定是沈沐晨把他送回来的 他就知道沈沐晨不会放任他不管 正当他准备出门去找沈沐晨时 门被人敲响 他急忙下床穿鞋去开门 却在打开门的一瞬间大失所望 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男人 他有些警惕 你是谁 江河无奈地怂怂间 你昨晚喝多了 是我送你回来的 你不记得了 高文谦仔细地盯着他看了很久 才发现他没有说谎 他丧气地垂下头 随后长叹了一口气 此刻窗外的风景是极好的 可他却怎么都开心不起来 你是谁 为什么要送我回来 我是沐晨的好朋友 听我一句劝 你们没可能了 你还是赶紧走吧 知道眼前的人是沈沐晨的好朋友后 高文谦再次振作起来 你是沐晨的好朋友 那你帮我劝劝他好不好 你应该知道我的 我们大学就在一起了 经历了这么多 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地放下呢 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急迫 眼前的男人是他最后一棵救命稻草 也是他唯一的机会 江河摇了摇头 你们在一起这么久 你应该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虽然沐晨没有和我说过 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但我也从微博上看到了 你对沐晨真的问心无愧吗 如果沐晨不是失望至极 也不会选择离开 这番话深深触动了高文谦 他也在内心问自己 他对沈沐晨真的问心无愧吗 不 他有愧 一直以来 沈沐晨都无条件地迁就他 可他却把这种迁就当作懦弱 然后肆无忌惮地伤害他 其实他并没有表面上的那么强势和坚强 沈沐晨越来越红 他内心是害怕的 他害怕沈沐晨会抛弃他 所以他不停地试探着沈沐晨的底线 他不断作闹 不断折磨 以此来检验沈沐晨的真心 最后 沈沐晨真的走了 可他做这些的本意并不是为了分开 他痛苦地闭上双眼 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不停从脸庞滑落 高文谦低下头喃喃自语 像是在问自己 也像是在问江河 真的没可能了吗 你走吧 去过新的生活 当高文谦抬起头时 才发现泪水已经模糊了视线 可他仍然不死心 不 我要和那个女孩公平竞争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牧晨是什么样的人 看着高文谦执迷不误的模样 江河摇了摇头 果然 秦官最难过 自从高文谦醉久那天起 沈牧晨对他的态度就变了 他心里清楚他是个很固执的人 只有让他自己发自内心的放弃 才会彻底离开 可高文谦却误以为这是沈牧晨的犹豫 也愈发上心起来 这天 高文谦去找他的时候 钟婉一不在 他下意识的像往常一样 坐在沈牧晨的身边 可当他看到沈牧晨左手上的戒指时 不自觉的攥紧了自己的衣襟 他不敢问 他们是不是订婚了 他低头调整了几秒钟的情绪 然后从包里拿出很多菜 牧晨 这都是我亲手做的 快尝尝吧菜的样式很丰富 水煮肉片 蓝莓慕斯蛋糕 红烧排骨 沈牧晨看到这些菜的瞬间 有些不可思议 曾经的高文谦 从不让他吃这些高热量的东西 说男明星要保持身材 他理解明星要保持身材 可不理解为什么要严苛到 一口都不能吃 现在想想 不过是高文谦对他进行的 服从性测试罢了 正当沈牧晨想开口说 他现在已经不喜欢吃这些东西的时候 门外传来的脚步声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钟婉艺人还没进来 愉悦的声音已经传了进来 牧晨 猜我给你买了什么 你最爱的蔓越莓 高文谦微微拧眉 你最喜欢吃蔓越莓吗 我怎么不知道沈牧晨微微一笑 没有说话 他所有的目光都在钟婉艺身上 眼里满满的都是爱意 累了吧 快过来歇会儿 正当钟婉艺蹦蹦跳跳来到他身边的时候 发现了桌上的饭菜 这些菜哪来的 太油腻了 你不适合吃这些话音刚落 高文谦就生气开口 凭什么不能吃 你没全力这样控制干涉他 刚说完 他便有些心虚 他想起来 自己以前也是这样控制沈牧晨的 他话锋一转 他现在已经不做明星了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钟婉艺有些疑惑 不是呀 是他最近总是反反复复的感冒 吃这些东西 不利于他恢复高文谦的神色 顿时复杂不已 他已经过来很长时间了 却从来没发现 沈牧晨的身体状况有问题 正当他失落的时候 钟婉艺却兴冲冲的 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 这是我在门口的垃圾桶里发现的 拍得这么好 你干嘛扔掉呢 沈牧晨摇摇头 拍得不好 有很多瑕疵和缺陷 钟婉一撇了撇嘴 有瑕疵和缺陷 不代表他就不好 无论拍成什么样 都是你的成果 再说了 就当留个纪念也行啊 以后等你成为大摄影师 也可以看看自己的来时路 你让我拍 我拍一年都拍不出来 沈牧晨的眼眶里 已经有泪花闪过 和高文谦在一起的那些年 无论什么事 高文谦都要求他做到最好 不允许出现一丝一毫的差错 所以他养成了这种习惯 不允许自己的身边出现瑕疵 可现在 钟婉一告诉他 瑕疵并不代表不好 他小心翼翼地将这张 没有拍好的照片收入怀中 在他眼里 这张照片的外付意义 已经远远超过了照片本身 而高文谦看着这一幕 更是心酸到说不出话来 他对沈牧晨造成的伤害 真的太多太多 不仅如此 他发现钟婉一对他的态度也变了 从最开始的如临大敌 到现在的泰然自若 究竟发生什么 才会让他有如此大的转变呢 他想 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沈牧晨给了他足够的安全感 他心底已经有了微微的失望 可相处多年的感情和不服输的尽头 让他不想放弃 他环顾四周 发现家里多了很多人情味 永远装满鲜花的花瓶 可爱的情侣拖鞋 以及二人的甜蜜合照 这些都是他们没有的 虽然他们结婚是公开的秘密 可高文谦却刻意弱化这件事 甚至不少新粉丝都认为 沈牧晨仍然是单身 他拒绝了沈牧晨买的情侣装 说只有小孩子才会这么幼稚 忽然 门外传来了一阵生日快乐的歌 只见江河推着小蛋糕 缓缓从门外走来 见到高文谦的一瞬间 他轻皱了下眉头 似乎是没想到他居然还会来 沈牧晨深情款款地 为钟婉一戴上生日帽 然后从口袋里 拿出一对儿包装精美的耳钉 我看你每天都在看这个耳钉 就托朋友买来了 看看喜欢吗 钟婉一激动地不停点头 这蛋糕也是我亲手做的 快尝尝看 味道怎么样 这蛋糕太好看了 我都舍不得切 沈牧晨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头顶 想吃以后 我天天给你做 看着眼前温存的一幕 高文谦觉得整个人都要窒息 这些东西他以前也有过的 可他不懂珍惜 推翻他的蛋糕 说他买的东西尚不得台面 当时的他已经被利益和攀比 冲空了头脑 完全忘记了真情 是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 他眼珠一转 这耳钉看起来也不是很贵 当初我过生日 牧晨送我的 可是一条十万块的项链 他本以为终晚一会失望 会难过 可他脸上看不出一丝一毫的变化 我知道那条项链 听说你当时觉得他尚不得台面 一次没有戴过说着 他将目光转向沈牧晨 帮我把耳钉戴上吧 我很喜欢想了想 他又补充了一句 哪怕你送我的 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贺卡 我也会很开心沈牧晨微微一笑 温柔地为他戴上那对耳钉 江河看不下去了 小声地说道 你知道这耳钉儿多少钱吗 这耳钉二十万 够买你两条项链了 听到这话 高文谦彻底失了神 本以为可以在价钱上 压过钟婉一一头 没想到现在 小丑竟是他自己 无论是金钱 还是真心 他都一无所获 他有些待不下去了 起身离开了屋子 可窗外的影子出卖了他 他没有走 而是躲在门外 我去和他谈谈吧 钟婉一小声开口说道 沈慕成想了想 点头同意了 也许两个女孩的沟通 会更有效 见钟婉一出来 高文谦有些不开心 你出来干什么 看我的笑话吗 钟婉一摇摇头 从身后拿出一条围巾 为他披上 天冷了 小兴着凉 高文谦鼻子一酸 险些哭出声来 当初他也是用围巾设计的 沈慕成口碑全无 他永远记得 当时沈慕成的眼神 无措失落 再到冷漠 那时的他 应该更加坚定了 离开的念头吧 高文谦有些抽叶地 看向钟婉一 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 我真的不能没有他 你退出 把他让给我 好不好 我求求你 忽然 钟婉一觉得 眼前这个女人有些可怜 第一 我不会退出 第二 就算我退出 他也不会回到你身边 两个人在一起 是因为爱 而不是因为愧疚和心疼 这个道理 你应该明白 高文谦无力地 靠着墙壁滑坐了下去 他用手抓着自己的头发 轻微地抽气声 暴露了他现在的心情 那我要怎么办呢 我一个人该怎么生活 钟婉一蹲下身子 直直地盯着他的眼睛说道 如果你真的爱慕陈 离开才是对他最好的选择 你心里清楚 你究竟做了多少伤害他的事 他应该提醒你很多次 不要让他做那些 他不愿意做的事 但你转头就忘 对吗 你把自以为的好 安在他身上 可那不是爱 那是枷锁就像他喜欢吃梨 你费尽心思找来一堆苹果 他不吃 你就说他不爱你 可他喜欢的 从始至终都不是苹果 你这样做 除了感动你自己 伤害了他之外 没有任何用处 听着这些话 高文谦深深陷入沉思 你现在及时放手 还有朋友可以做 如果你还纠缠 那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高文谦擦了擦眼泪 真的 那你不会吃醋吗 万一我们做朋友 就情复然怎么办 钟婉一轻笑出声 不会的 我相信牧尘这种溢出来的信任 让高文谦有些自愧不如 如果不是他担心 沈牧尘成名后会离开他 就不会费力压制他 那也就不会走到如今这步 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 怨不得别人 你很了解沈牧尘高文谦 与其低迷的问道 我高中就喜欢他了 知道他结婚的消息 我很难过 也一直没有谈恋爱 我想 如果不是他 那我也不想和其他人在一起 没想到 最后真的被我等到了 这一次 我绝对不会放开他的手 钟婉一是那样阳光自信 至此 高文谦最后一丝希望 也彻底破灭 他又何尝不了解沈牧尘呢 他知道沈牧尘做了决定 就不会轻易改变 可他还是不甘心 但现在 众多事实摆在他眼前 由不得他纠缠 第二天 高文谦收拾行李 准备离开 他来到了沈牧尘的住处 做最后的告别 不出意外 这将会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沈牧尘微笑着和他道别 希望你以后能有更好的未来 高文谦觉得这话有些苦涩 他的身边没有沈牧尘了 自然也不会有更好的未来 可他还是勉强点了点头 正当他准备出发时 就远远地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白佑泽 他紧皱眉头 双眼也危险地眯成一条缝 四目相对的一瞬间 白佑泽大步朝他跑来 在看清身旁的沈牧尘时 更是生气地要喷出火来 我就知道 你退出娱乐圈 是为了这个废物 他到底有什么好 够了 高文谦立刻出声 我说过 不许这样叫他 这是第一次 高文谦如此维护沈牧尘 而沈牧尘也有些意外 他本以为高文谦所说的退出娱乐圈 只是让他回去的一个谎言 没想到竟是真的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你满意了 你倒是赚够了钱拍拍屁股走人了 我怎么办 好事都让你站了是吧 利用完我就眉眉隐退 和这废物来这偏远小岛 过隐居的日子 正说着 他便看到了沈牧尘和中婉翼 交叉握着的双手 他嘲讽一笑 恐怕是热恋贴人家冷屁股吧 看这样 人家已经有心欢了高文谦 紧紧握着拳头 眼神也如同刀子般淋漓 你说够了没有 当然没有 是你们害得我一无所有 自然要赔偿我的全部损失 给我五千万 我就离开这里 不然你们休想把我打发走 高文谦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五千万 你怎么不去抢 那些东西都是你自己放出去的 你现在让我来赔偿你的损失 沈牧尘也冷冷出声 再不走 我就要报警了 眼看他们态度如此强烈 白佑泽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水果刀 对着沈牧尘的方向便冲了过去 好 我今天就让你们跟我一起死 大家都别火了 在刀尖即将碰到沈牧尘的那一刻 他忽然改变了方向 别攻击起来 眼看形势不对 沈牧尘率先将中碗亿送到了安全的地方 并嘱咐他不要出门 高文谦看到发生危险时 他第一时间就中碗亿 心里已经涌起了无限的悲戏 他闭上眼睛 不做躲闪挣扎 既然得不到沈牧尘的心 不如就这样死去吧 忽然 他被一股强大的阻力推开 睁开眼才发现是沈牧尘来救他了 他有些哽咽 我以为你会放弃我 好了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就算是陌生人 我也不会放任不管的沈牧尘将白佑泽踹倒在地后 就急忙拉着高文谦离开 却没想到白佑泽体力惊人 只是倒地了几秒钟后 便立刻举着刀朝他们冲了过来 眼看躲闪不及 高文谦立刻调转了方向 用自己的身体为沈牧尘挡下了这关键一刀 鲜血瞬间喷涌而出 见到血的一瞬间 白佑泽有些清醒过来了 他立刻将手里的刀丢下 嘴里还念念有词 不是我 不是我 正当他想跑的时候 远方传来警车和救护车的声音 在中晚一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后 就立刻拨通了报警电话 警车带走了白佑泽 救护车带走了高文谦 车上 高文谦的意识有些模糊 却仍然一遍遍地确认着沈牧尘的安全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抢救 高文谦才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 医生说 如果刀尖再深入一厘米 那就无力回天了 沈牧尘有些后怕 他没想到高文谦竟然会用生命 护住自己的安全 他坐在床边 就这样静静地看着高文谦那张惨白的脸 睡梦中的他没有了之前的戾气 整个人都透露着一种宁静感 就像他们最开始相似的那样 可惜 物是人非 一切都回不到从前了 半小时后 高文谦才勉强地睁开了双眼 清醒的第一时间 他还是在确认着沈牧尘的安全 他断断续续地开口 怎么样 没有受伤吧 沈牧尘摇摇头 我没事 你别说话了 医生说要多休息 高文谦还想说些什么 可是疲惫和疼痛 让他说不出更多的话 只得闭上眼睛继续养神 几滴无声的泪从他眼角滑落 清醒的那一瞬间 他分不清自己是开心多一点 还是难过多一点 开心的是终于又见到了沈牧尘 他也好好的出现在他面前 难过的是自己居然还活着 往后的日子不会再有沈牧尘的参与了 那还不如死了的好 他闭着眼睛低声嘀喃着 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 声音很小 可还是被沈牧尘听到了 文谦 话还没说完 高文谦就睁开了双眼 这是离婚后 他第一次称呼他为文谦 他躺在病床上睁大眼睛 泪花在眼里如水晶般凝结着 看起来格外可怜 没有任何人 任何事值得你去死 知道吗 人只有活着 才有希望可高文谦 只是无助地摇着头 没有你 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呢 沈牧尘轻叹了口气 文谦 无论公交车上有没有人 司机都会把车开到终点这段路程 有人上车 就会有人下车 可这都不会影响司机暗员计划行驶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高文谦的嘴唇微微颤抖 蓄满的泪水也在眼眶里不停地打转 仿佛下一秒就会顷刻而出 他极力抑制着自己的情绪 可最后还是任由眼泪喷涌而出 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 沈牧尘有些无奈 可还是耐心地劝着他 不可否认 我们之间有很多美好的过往 但那都是过去了 人总要向前看 如果一直靠着回忆而活 会失去很多乐趣 高文谦艰难地抬起头 你恨我吗 沈牧尘一愣 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问 可他还是摇了摇头 不恨高文谦擦了擦眼角的泪 都说有爱才有恨 你对我连恨都没有了 那应该是真的不爱了 我已经重复过很多次了 我们之间已经没有爱了 你不用在这个话题上继续试探我 沈牧尘知道这话有些狠心 可他还是要说出来 他不可能再给他未来 自然也不能给他多小的空间 说话间 钟婉艺来到了病房 这是我包的汤 我问过医生了 你可以适当喝一点说着 钟婉艺将目光望向了沈牧尘 你在这一个晚上了 累了吧 你去旁边睡一会儿 我来照顾文谦就好此时的沈牧尘 眼里已经没了刚才的平静 满满都是爱意和欢喜 我不累 你有没有吃早饭 吃过了 这时 高文谦才注意到 他们手上戴的情侣戒指 而他们自然而然的甜蜜 也让他彻底死了心 他知道 现在的沈牧尘心里 只有钟婉艺一个人 再容不下其他 想了想 他还是问出口 你们 要结婚了吗 钟婉艺开心的点头 问问 下个月我们就要结婚了 他语气一顿 又继续说道 很感谢你当初救了牧尘 这份恩情我们会一直记得的 如果你有什么要求 尽尽管提 能做到的 我一定不会推辞高文谦摇摇头 我叫他不是为了提要求 等我出院了 自然就会离开 钟婉艺和沈牧尘对视了一眼 都没有说话 现在无论说什么 都会显得很苍白 忽然 钟婉艺想到了什么 对了 白佑泽已经被移交国内了 以杀人未遂的罪名 被判处了八年有期徒刑八年 他人生最好的八年 都将在监狱里度过 他是那么追求名利的人 现在驱落的这种下场 哪怕出狱后 也无法再进入大众的视野 这已经是对他最大的惩罚了 在这期间 钟婉艺和沈牧尘 不是在准备婚礼 就是来医院探望高文谦 他恢复得越来越好 婚礼的日期也越来越近 午饭时 高文谦率先开了口 我买了后天的机票 到时候我就要回国了 沈牧尘轻轻拧了拧眉 后天是我们结婚的日子 可能没办法送你去机场 不然 你改签个时间吧 我和婉艺一起送你离开 高文谦笑着摇了摇头 不用了 你们送我 我就舍不得走了听到这话 沈牧尘有些尴尬 他不知道该如何接话 看沈牧尘这副模样 高文谦勾了勾唇角 好了 我逗你们的 这可是国际航班 改签很贵的 我这么爱钱的人 怎么舍得改签呢 他试图以最轻松的语气 说出这些话 可内心里还是拧个劲的疼 你们不用管我了 好好准备婚礼就行 我这么有本事的人 到哪里都可以过得很好 沈牧尘倒是不怀疑这句话的真实性 他的确是个很有能力的人 一番寒暄后 钟婉翼和沈牧尘便离开了 他们走后 病房又恢复了最开始的冷清模样 高文谦望着窗外沈牧尘的背影 久久不能回神 他凝望着落日低声说着 太阳快要落山了 短暂的失神后 他留下了一封信 我走了 不用找我 有时电话联系 我的号码永远不会变 残留在信纸上的 不止这些字迹 还有几滴干涸的眼泪 第二天沈牧尘过来送饭的时候 就看到了这封信 他看着那封信没有说话 他明白高文谦 写下这封信时的落寞很难过 但他确实不爱了 没办法给他任何承诺 这件事就像一个小石头扔进大海里 没有再引发其他的波澜 一晃就到了结婚的日子 钟婉逸穿着漂亮的婚纱 有些恍惚 他对着镜子一遍一遍地看着自己 牧尘 我们真的要结婚了吗 我感觉好不真实 沈牧尘将钟婉逸摟入怀中笑着说道 婚纱都穿身上了 还不真实吗 如果你现在想反悔 也来不及了钟婉逸娇称一笑 我才不会后悔呢 我永远都不会后悔的台上 主持人满脸笑意 婚姻不同于恋爱 你们愿意在接下来的日子白头偕老 无论好与坏 都坚定不移地陪伴在对方身边吗 沈牧尘的眼睛里似有星光闪动 他大声地回应着 我愿意 而钟婉逸的眼里也满是泪水 他同样哽咽地回答着 我愿意数十个的抱球被引爆 浪漫的气球缓缓升向天空 无数花瓣从天而降 是他最喜欢的落神 钟婉逸望着浪漫的瞬间 再次红了眼眶 他知道 沈牧尘为了这场婚礼花费了太多心思 在宾客的掌声中 二人以一个吻开启了这美好的婚姻 没人注意到 角落里有一个落寞的身影 高文谦说谎了 机票不是今天 而是明天 他想来看看沈牧尘结婚时候的样子 他想看看沈牧尘幸福的瞬间 本以为自己已经彻底放下了 可看到他们接吻的那一刻 眼角还是溢出了泪水 此时 恰巧天空飘过一个断了线的风筝 对方风筝的人来说 是失去 可对于风筝来说 却是自由 而他自己 又何尝不是放风筝的人呢 全文完